2位工人在地盤的地下大堂 准备修理一个出路灯箱 其中一个工人在检查假天花上的灯箱线路的时候触电 大叫了一声之后就失去知觉 送院后证实死亡 问题在哪里呢 原来连接灯箱的过路箱里面 有条带电的电线脱了 令到盏灯不着 在修理灯箱之前 工人母先关大键 就打开过路箱检查 他只手碰到电线外露的带电金属部分 所以被电电到 最后不致死亡 那怎么才可以避免意外发生 在进行电力工作之前 必须关了有关的电源 锁好制箱 和张贴警告告示 另外要先检查和确保电路和装置已经不再带电 才可以工作 如果一定要进行带电工作 工人要使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 例如绝缘手套 绝缘地毡等 来提升电力工作安全 还有 记住电力工作应该由注册电工做的 绝缘安全工作环境 雇主和雇员都要出分力 做足安全措施 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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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